从12生肖到富含中国满族元素的长白山图腾,吕慧敏都能凭借一双巧手,用软桃捏出来。 1970年出生的吕慧敏是吉林长春很有名气的软桃手艺人,平均一天她能做出几百件作品。 细数下来,从事桃艺创作11余年的吕慧敏,至今已累计生产近20万件作品了。 9月17号下午,记者在工作地点见到吕慧敏时,她正在制作满族特色的小老虎百件。 吕慧敏告诉记者,她原是一名服装设计师,由于自己从小就对陶日工艺品特别喜爱,因此在2003年辞掉了高薪工作,专心研究陶艺。 两年后,吕慧敏开设了属于自己的软桃工作室,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 主要做的也是东北的满族图腾文化,包括一些长白山的图腾啊,一系列的长白山上的神鹰啊,长白山神啊,包括一系列的风神与神, 这一系列的长白山满族文化图腾系列。 吕慧敏说,服装设计的经验对她现在的创作有很大帮助,两者在艺术性上有些是相通的, 很多服装上的中国传统吉祥文字和符号都可以用陶泥展现出来。 此外,她也经常深入长白山腹底,去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满族文化,融入到作品中。 我觉得她这个文化里面有很多就是比较神秘的和深邃的一些色彩的里面。 去长白山我们去过很多次,那长白山上你会,有时候你会跟他们唠嗑了解一下这样的文化呀。 多年来,吕慧敏凭借创作的满族文化软桃作品,斩获了不少国家级金奖。 一些极具中国东北特色的作品还远潇海外,得到喜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青睐。 吕慧敏表示,希望这门手艺能有更多年轻人喜欢并学习,加入到传承的队伍中来。